和西阿书第一章 犹大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在位的时候 也是约阿师的儿子以色列王伊罗伯安执政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和西阿 耶和华初次借着和西阿说话 耶和华对和西阿说 你去娶一个像娼妓一样的女人 生养像娼妓一样的儿女 因为这地盛行淫乱 离开了耶和华 于是他就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戈玛 后来他怀了孕 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耶和华就对和西阿说 给他起名叫耶斯列 因为不久我就要惩罚耶护家 在耶斯列留人血的罪 我要灭绝以色列家的国 到那日我要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宫 后来哥玛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 耶和华对和西阿说 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 因为我必不再连续以色列家 我绝不赦免他们 但我要连续犹大家 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 我要拯救他们 并不是靠弓 靠刀 靠兵器 也不是靠战马 靠寄兵 罗路哈玛断奶之后 哥玛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耶和华说 给他起名叫罗阿米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我也不是你们的神 然而 以色列人的树木 必多如海边的沙 量不尽数不完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要在那里对他们说 你们是永活的神的儿子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要聚集在一起 为自己立一位首领 并离开那地上去 因为耶稣列的日子必为大日 和西阿书第二章 你们要对你们的兄弟说 我的子民 要对你们的姐妹说 蒙怜悯的 要与你们的母亲争论 你们要争论 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 我也不是她的丈夫 好让她除掉脸上的影像 和乳间的影态 免得我把她剥光 赤身露体 使她像刚生下来的那天一样 又使她像旷野 像无水的旱地一般 叫她因干渴而死 我必不连续她的儿子 因为他们是像娼妓的儿女 因为他们的母亲卖了银 怀他们的做了羞耻的事 因为她曾说 我要跟随我那些爱人 我的饼和水 羊毛和麻布 油和我所喝的 都是他们给的 因此 我要用荆棘堵塞她的通道 我要竹墙围住她 使她找不着出路 她要追赶她那些爱人 却追不上 要寻找他们 却找不着 她就说 我要回去 回到前夫那里 因为从前比现在好得多了 其实她不知道 是我把五谷 新酒 橄榄油赐给了她 甚至 他们用来制造八粒的金银 也是我大量给她的 因此 到了收割的时候 到了初九的季节 我必收回五谷和新酒 用来给她 遮蔽裸体的羊毛和麻布 我也必夺回 那时 我要在她那些爱人眼前 暴露她的下体 也没有人能救她脱离我的手 我必使她的一切欢乐 节旗 新月 安息日 或任何盛会都终止 我必毁坏她的葡萄树和五花果树 就是她曾说 这是我做妓女所赚的 是我那些爱人给我的 我必使这些果树成为荒林 任由田野的走兽吃掉 她在拜众巴黎的日子 向他们烧香 佩戴耳环首饰 打扮自己 跟随她那些爱人 却把我遗忘 所以 我必惩罚她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此 我要诱导她 领她到旷野 对她说安慰的话 在那里 我要把葡萄园 归还给她 使雅各谷 变成希望之门 她必在那里回应 像她少年的时候一样 也像她从埃及地上来的那天一般 耶和华说 到那日 你必称呼我医师 不再称呼我巴黎 我要把巴黎的名字 从她口中除掉 他们的名字 没有人再提起 到那日 为了他们 我必和田野的走兽 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爬虫立约 我必从这地折断弓弩 刀剑和兵器 使他们安然居住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 以公义 正直 忠信和怜悯 聘你归我 我必以信实 聘你归我 这样 你就必认识 耶和华 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应允 我必应允天 天必应允地 地 必应允五谷 心就和游 这些必应允耶稣列 我必为了自己 把他栽种在这地 我必连续那些 不蒙连续的 我必对那些 不是我的子民说 你是我的子民 他们必说 你是我们的神 和西阿书 第三章 耶和华对我说 你再去爱一个妇人 这妇人是为情人所爱 又是个淫妇 就像耶和华爱以色列人 虽然他们转去跟随别神 喜爱葡萄饼 于是我用一百七十一克银子 一百五十公斤大麦 买它回来归我 我对他说 你要给我独居多日 不要行淫 不要有别的男人 我也必不与你同房 因为以色列人 也要独居多日 没有君王 没有领袖 没有祭祀 没有住相 没有以福德 也没有家中的神像 后来以色列人 必归回 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 寻求大卫他们的王 在末后的日子 他们必战战兢兢来到耶和华那里 接受他的恩惠 和西阿书第四章 以色列人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要与这地的居民争辩 因为在这地上没有诚实 没有慈爱 也没有认识神的知识 只有奇假事 撒谎 残杀 偷盗 奸淫 行强暴 以致流人血事件相继而来 因此 这地必悲哀 地上所有的居民 田野的走兽 空中的飞尿 都必衰尾 枯萎 连海里的鱼 也要灭亡 虽然这样 人人都不必争论 不要彼此指责 祭祀啊 要与你辩论的是我 白天你要跌倒 晚上先知 也必与你一同跌倒 我要毁灭你的母亲 我的子民 因无知事而灭亡 因为你拒绝了知事 我必拒绝你 不让你做我的祭司 因为你忘掉了你神的律法 我也必忘记你的子孙 祭司越增多 就越发得罪我 我必把他们的尊荣 变为耻辱 他们借着我的子民犯罪来养活自己 渴望他们多有罪孽 所以 祭司怎样 人民也怎样 我必按他们的行为惩罚他们 照他们的行为报应他们 他们吃 且吃不饱 行赢 人数却不会增多 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 不遵守他的命令 赢行 陈酒和辛酒 把人的心夺走了 我的子民求问木头 由木杖引导他们 因为淫荡的心 使他们走迷了路 他们就行赢不顺从神 他们在山顶上献祭 在钢陵上的橡树 杨树和栗树之下 献上烧香 因为树印美好 所以 你们的女儿行淫乱 你们的儿媳犯奸淫 我却不因你们的女儿行淫乱 也不因你们的儿媳犯奸淫而惩罚他们 因为你们男人自己离群与娼妓在一起 又与妙计一同献祭 这无知的人民必遭毁灭 以色列啊 你虽然行淫 犹大却不可犯罪 不要往吉甲去 不要上到伯亚文 也不要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以色列倔强 好像倔强的母牛 现在耶和华怎样募放他们 好像募放宽阔草场上的羊羔呢 以法连和偶像连在一起 任凭他吧 他们罪意全消以后 就不断行淫 他们的官长最喜爱耻辱的是 风要把他们裹在翅膀里卷去 他们必因自己所献的祭祀 而蒙受羞辱 和西亚书第五章 祭司啊 你们要听这话 以色列家啊 你们要留心听 王的家啊 你们要侧耳而听 因为审判必临到你们 因你们曾是米斯巴蒂的捕鸟机 是塔伯山上张开的网罗 他们在石亭 决身了陷阱 但我要惩治他们所有的人 我认识以法连 以色列也瞒不住我 以法连啊 现在你竟行淫 以色列竟玷污了自己 他们所行的是 他们不能回转 归回自己的神 因为在他们当中有淫乱的心 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指证自己 以色列和以法连 因自己的罪孽跌倒 犹大也与他们一同跌倒 虽然他们带着牛群羊群 去寻求耶和华 却寻不见 他已经离开他们远去了 他们以诡诈带耶和华 因为他们生了私生子 现在新月要吞灭他们 和他们的地业 你们要在基比亚吹脚 在拉玛吹号 在伯亚文大声呐喊 变亚敏啊 敌人就在你背后 在责罚的日子 以法连必成为荒场 我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 宣告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犹大的领袖 好像挪一地界的人 我要把我的愤怒 倾倒在他们身上 如同倒水一样 以法连受欺压 被审判压碎 因为他们乐意随从人的命令 因此 我要成为以法连的蛀虫 成为犹大家的朽烂 以法连看见自己的疾病 犹大家看见自己的创伤 以法连就往亚树去 派人去见亚树的大王 可是 他却不能医治你们 也不能医好你们的创伤 因为我对以法连要像之猛狮 对犹大家 必像头少壮狮子 我要亲自撕裂他们 然后离去 我把他们带走 没有人能搭救 我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过 寻求我的面 在痛苦中 必恳切寻求我 何西阿书第六章 来吧 让我们回转归向耶和华 因为 他虽然撕裂了我们 但必定医治我们 他虽然急伤了我们 却必替我们裹伤 两天以后 他要使我们复原 第三天 他使我们起来 我们就可以活在他的面前 让我们认识 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 他必定出现像晨光一样 他必淋到我们 如雨水一般 又像滋润大地的春雨 以法连啊 我要怎样带你呢 犹大 我要怎样带你呢 你们的爱心 像早晨的云雾 又像顺即消逝的朝露 因此 我借众先知砍碎他们 用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 我的审判 必如光一般发出 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 我喜爱人认识神的知识 胜过人献的繁迹 可是 他们却在亚当城被约 在那里向我行鬼障 激烈是作孽之人的城 他们的脚踪 染满了血字 在王世间的路上 祭司结党杀害人 就像埋伏路旁的强盗 他们行了邪恶的事 在以色列家 我看见了可怕的事 那里有以法连的淫行 以色列被玷污了 犹大 我使我的子民归回的时候 必有为你定下的一个收割时期 和西阿书第七章 我医治以色列的时候 以法林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 因为他们行欺诈 小偷入屋偷窃 强盗在外抢劫 他们心里并未想到 我记得他们的一切罪恶 他们所做的一切 现在都围绕他们 都在我面前 他们以自己的恶行讨亡欢喜 用自己的虚谎叫领袖快乐 他们全是犯坚淫的 像一个被烤饼的人烧热的火炉 从团面 直到全团发酵的时候 烤饼的人暂停食火发旺 在我们王喜庆的日子 领袖们因酒的烈性而生病 王就与谢曼人联手 他们阴谋埋伏的时候 心中烧得热如火炉 他们整夜抑制怒气 一到早晨 却像发出火焰的火燃烧起来 所有的人都热如火炉 吞灭他们的官长 他们所有的君王都倒闭了 他们中间 没有一人向我呼求 以法连与外族混杂 以法连是没有翻过的饼 外族人吞吃了他的力量 他却不知道 他头上满是白发 他也不晓得 虽然以色列的骄傲当面指证自己 他们却不回转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 也不因此寻求他 以法连好像一只愚蠢无知的鸽子 他们向埃及求助 投奔亚树 但他们去的时候 我要把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 我要把他们如同空中的飞鸟打下来 我要按照他们会众所听见的 惩罚他们 他们诱惑了 因为他们离弃了我 他们遭毁灭 因为他们背叛了我 我虽然想救赎他们 他们却对我说谎 他们并没有真心向我呼求 只是在床上哀痛罢了 他们为了五骨和心灸 割伤自己 仍然背逆我 我虽然锻炼他们的手臂 使他们有力 他们却图谋恶计攻击我 他们转向巴黎 成了不可靠的功 他们的领袖 因自己舌头上的狂傲 倒在刀下 这在埃及地 必成为被人讥笑的对象 和西阿书第八章 你要把号角放在你的嘴上 敌人如鹰一般来攻击 耶和华的家 因为他们违背了我的约 干犯了我的律法 他们必向我哀求 我的神啊 我们以色列认识你 以色列弃绝了良善 所以仇敌必追赶他 他们立了君王 却不是出于我 他们立了首领 我却不知道 他们用自己的金银 为自己做了偶像 以致他们被剪除 撒玛利亚 我要除掉你的牛犊 我的怒气 要向撒玛利亚人发作 他们要到几时 才能无罪免罚呢 这牛犊是出于以色列 是匠人所做的 他并不是神 撒玛利亚的牛犊 必被粉碎 他们播种的是风 收成的是暴风 生出来的苗 没有卖碎 不能做成面粉 即或做成面粉 也必被别国的人吞吃 以色列被吞吃 如今在万国中 好像没有人喜悦的器皿 他们上去投奔亚树 像一只独行的野驴 以法连会买爱人 他们虽然在列国中会买人 我现在却要召聚他们 他们因着君王和领袖 所加的重担 逐渐衰微 以法连增添好些祭坛去犯罪 这些就成了他们犯罪的祭坛 我虽然为他们写了律法万条 他们却看作是为外族人写的 与他们毫无关系一般 他们喜爱献祭 献肉为祭 又拿来吃 耶和华却不喜悦他们 他必记得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他们必回到埃及去 以色列忘记了造他的主 建造了很多宫殿 犹大也增添了很多坚固城 我却要降火在他的重城中 吞灭他的堡垒 和西阿书第九章 以色列啊 不要欢喜 不要像外族人一样快乐 因为你行了邪淫 离开你的神 在个打鼓场上喜爱卖淫的赏赐 打鼓场合榨酒池 不能喂养他们 新酒也必使他们失望 他们必不得住在耶和华之地 以法连要回到埃及去 要在亚述吃不洁之物 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垫酒 他们的寄物也不能使他喜悦 他们的饼好像丧家的饼 凡吃这饼的都必被垫污 因为他们的饼只可自己吃 不可带进耶和华的店 那么在规定集会的日子 和耶和华节旗的时候 你们能做什么 看哪 他们逃到亚述去 埃及要收敛他们 魔符要埋葬他们 他们珍贵的银器 必为吉里所占有 他们的帐篷必长满荆棘 惩罚的日子临近 报应的时候来到 以色列必定知道 因着你们众多的罪孽 和深仇大恨 先知被看为愚昧 受灵感动的人 被当作疯子 先知与神一同 做以法连的守望者 在他所行的一切路上 都满有捕鸟人的网罗 在他神的家中 只有仇恨 以法连深深败坏 如同在基比亚的日子一般 神必记得他们的罪孽 惩罚他们的罪恶 我遇见以色列 好像在旷野里遇见葡萄 我看见你们的列祖 像看见无花果树 出熟的果子 他们却来到巴里皮尔 专做羞耻的事 成为可憎恶的 像他们所爱的偶像一样 至于以法连 他们的荣耀 必如尿而非逝 没有生育 没有怀胎 没有成孕 即使他们把儿女养大 我也必使他们丧子 一个不留 我离弃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有祸了 在我看来 以法连的儿女 注定被当作猎物 以法连要把自己的儿女 带出来 交给施行杀戮的人 耶和华 求你赐给他们 你要赐给他们什么呢 求你使他们坠胎小产 乳房萎缩 他们的一切罪恶都在挤甲 我在那里憎恨他们 因他们的恶行 我要把他们从我的家里赶出来 我不再爱他们 他们的领袖都是叛徒 以法连被击打 他们的根枯干了 必不能再结果子 即使他们生产 我必杀死他们所生的爱子 我的神 必弃绝他们 因为他们不听从他 他们必在列国中漂流 和西阿书第十章 以色列最茂盛的葡萄树 自己能结果子 它的果子越多 它就越增添祭坛 它的土地越肥美 它就使住相越美丽 他们心怀诡诈 现在要承担这罪的惩罚 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 毁坏他们的住相 那时他们必说 我们没有君王 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 至于君王 他能为我们做什么呢 他们说很多话 起假事又立盟约 所以审判像毒草一般 在田间的离沟中生长起来 撒玛利亚的居民 必因亚伯文的牛犊而惧怕 败牛犊的人民 必为他爱痛 败牛犊的祭司 必为他哀嚎 都因他的荣耀 离开他而被掳去了 人要把他带到亚树去 做贡物 献给那里的大王 以法连 必受羞辱 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蒙羞 至于撒玛利亚 他与他的君王必被剪除 好像浮在水面的枯枝一般 伯亚文的丘坛 就是以色列的罪恶 都要被拆毁 荆棘和吉林 必在他们的祭坛上面长起来 那时 人要对大山说 遮盖我们 对小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以色列啊 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 你就犯罪 他们仍然留在那里 难道攻击恶人的战祸 不能在基比亚赶上他们吗 我必来惩罚他们 他们被自己 那双重的罪孽捆绑的时候 列国就集结起来攻击他们 以法连是一头巡浮的母牛 喜爱踹骨 我却要把恶 扣在他肥美的景象上 我要使以法连脱离 犹大要耕田 雅各必爬地 你们要为自己 撒种公益 就能收割慈爱的果子 你们要翻松荒地 现在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只等到他来 降下公益的雨 在你们身上 你们耕种兼饿 收割不易 自吃谎言的果子 因为你倚靠自己的战车 和众多的勇士 所以 必有轰嚷之声 攻击你的众民 你的一切城堡 都必被毁坏 正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 毁坏伯雅比勒一般 有母亲与儿女一同在那里被摔死 以色列家 因你们的罪大恶极 我必这样待你们 在风暴中 以色列的王必全然被除灭 和西亚书第十一章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 我就爱他 我从埃及 召我的儿子出来 可是 我越发呼唤他们 他们越发走开 他们给巴黎献祭 像偶像烧香 然而是我教导 以法莲走路的 我用双臂抱他们 他们却不知道 是我医治了他们 我用磁绳爱索牵引他们 我带他们 向人拉高牛的恶在两恶之上 又向他们俯身 喂养他们 他们必返回埃及地 亚述要做他们的王 因为他们不肯回来归我 刀剑必在他们的城中飞舞 毁坏他们的门栓 因着他们自己的计谋 吞灭他们 我的子民 决要背道离开我 他们因着所付的恶 而呼求 却没有人给他们卸下 以法莲啊 我怎能舍弃你 以色列啊 我怎能把你交出来 我怎能对你如同鸭马 待你好像洗扁呢 我的心肠翻转 我的怜悯发动 我必不让我的烈怒发作 必不再毁灭以法莲 因为我是神 不是世人 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必不会含怒而来 他们必跟随耶和华 耶和华要向狮子吼叫 他一吼叫 他们就从西方 战战兢兢而来 他们必战战兢兢而来 像从埃及赶来的飞鸟 如从亚树地赶来的鸽子 我要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这是耶和华说的 伊法莲用虚谎 以色列家用诡诈包围着我 犹大还是与神对抗 就是对抗那可信可靠的制胜者 和西阿书第十二章 伊法莲吃风 整天追赶东风 增添虚晃和强暴 他们与亚树结盟 又给埃及送游 耶和华与犹争辩 他必照雅各所行地惩罚他 按他所做地报应他 他在母腹中抓住他哥哥的脚跟 壮年的时候又与神角力 他与天使角力 并且得胜 他哀哭向他求恩 他在伯特利遇见神 神在那里对他说话 耶和华是万君的神 耶和华是他的名号 所以你要靠着你的神归回 谨守忠信和公平 常常等候你的神 以色列是个商人 手里拿着诡诈的天平 喜爱欺压别人 伊法莲说 我成了富翁 我为自己发了财 在我所有的收益中 人不能找出我有什么罪孽 可算为罪恶的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 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我必使你再住在帐篷里 像在节日的日子一样 我曾对先知说话 家添许多异象 又借先知说比喻 在基列仍有罪孽 他们实在是没有价值的 他们在吉甲献牛犊为祭 他们的祭坛 好像田间离沟中的石堆 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 以色列为得妻子而做工 为得妻子而替人放羊 后来耶和华借着一位先知 把以色列从埃及领上来 也借着一位先知 以色列得蒙看顾 伊法莲大大的惹了主的烈怒 所以他的主 把他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身上 把他当受的羞辱归给他 从前伊法莲一说话 人都占惊 他源在以色列中居高位 但后来因侍奉巴黎犯的罪 就死了 现在他们犯罪越来越多 为自己做住相 按着自己的技巧 用自己的银子做偶像 这些都是匠人的手工 他们论到这些说 像偶像献祭的人 可以与牛犊亲嘴 因此 他们必向造成的云雾 又如义士的照路 又像打鼓场上的康匹 被旋风吹去 又像烟气从烟囱上腾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 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除我以外 再没有拯救者 我曾在旷野 在干旱之地认识你 但他们得了喂养 饱足以后 就兴高气傲 因此忘记了我 所以 我要向狮子临到他们 向豹子埋伏在路旁 我要袭击他们 像一只尸掉右熊的母熊 撕裂他们的胸膛 在那里 我必向一只母狮吞吃他们 野兽必撕裂他们 以色列啊 我要毁灭你 谁能帮助你呢 现在 你的王在哪里 让他拯救你吧 你所有的领袖在哪里 让他们治理你吧 因为论到他们 你曾请求 把王和领袖赐给我 我在愤怒中 把王赐给你 又在烈怒中 把他废去 伊法林的罪孽是疯着的 他的罪恶储藏起来 生产的疼痛 要临到他身上 他却是没有智慧的人 因为产期到了 他还持颜不破胎而出 我要救赎他们 脱离阴间的权势吗 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吗 死亡啊 你的灾害在哪里 阴间啊 你的毁灭在哪里 怜悯必从我眼前隐藏起来 他虽然在芦苇中长得茂盛 但东风必要来到 耶和华的风要从旷野上来 他的水泉就干涸 他的泉源就枯竭 他所储藏的一切珍贵器皿 都被掠夺去了 撒玛利亚必承担自己罪的刑罚 因为他背叛了他的神 他们必倒在刀下 他们的婴孩被摔死 他们的孕妇必被剖开肚腹 和西亚书第十四章 以色列啊 回转吧 回到耶和华你的神那里 因为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的 你们预备好要说的话 归向耶和华 对他说 除去我们一切罪孽 悦纳我们的祷告 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果子献上 亚树不能救我们 我们必不再骑埃及的马 我们亲手所做的 我们必不再称为我们的神 因为在你那里 孤儿才得着怜悯 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 甘心乐意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已经远离他们了 我对以色列要像甘露 他必像百合花开放 他要扎根 如篱巴嫩的香薄树 他的幼枝必伸展 他的荣美要像橄榄树 他的香气 必如篱巴嫩的香薄 他们必在住在我的蚓下 使五谷生长 他们必发望像葡萄树 他们的名声 要像篱巴嫩的酒 以法连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 打允他的是我 看顾他的也是我 我像一棵清脆的松树 你的果子是从我而得 谁是智慧人 让他明白这些事吧 谁是有见识的人 让他领会这一切吧 因为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的 一人要行在其中 恶人却必在其上半岛